大家好,今天我们来打个最近红火的魔童小轮炸 我们这个就是我今天要打皮的 我今天只是打个冲屁 因为最近比较满,所以没空气收光 每天有空气收光 我们打皮的时候,我还是要先把它的头部 然后呢,身子什么的,先定位出来 从它的至高点,然后呢,先定位出来 先把多余的幕僚给它画掉 先把它一个形给它定位出来 然后这一端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它是卡通人物嘛,所以它的脑袋比较大 比较可爱,坐盘一点 它这个是头大,胳膊系 像我这个样子 大概就是这样子 这四季都差不多都可以 定位好了 你们先手要是不会的话,可以一边做一边 再用那个笔给它画一下 如果做到不一定的地方,拿笔再去写它画一下 再更新一下 不一定都说要做得跟动画片里面的一模一样 我们只要做个给自己的一个特点就行啊 喜欢的话可以在论区里面留言 我们就将它讨论一下 今天给你们是交一个出息吧 等到 视频的最后面 刷一点啊 我的效果出来 我这个不是用那个尖刀去打笔的 这个是用那种青底刀 你也可以把那个尖刀给它磨成三角的 然后呢 你就可以去画目的 这样子打笔的话 它 做得比较快 说等你去打好的时候呢 你再用那个圆头给它过一下 然后再用尖刀再给它过一下 这样子我们的一个 能够打 这个就是我们的效果图了 就差不多打好了 打得不是很漂亮 不过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那边由困牢再修光 修好了光 再发视频给你们看一下 像这个样子就行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效果图了 嗯 嗯